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太明显的处罚 那就跟你的 我觉得跟人格特性各方面就有关系了 等等等等 OK 好 那这次还 这次已经这个荒交事情 其实已经在网路上 在各方面各节目都谈得沸沸扬扬 有些你是一个母亲 也有两个孩子 也是职业妇女 而且也是律师 我看有些律师也跳进来 也有情绪 很生气 有情绪的发言 有些发言都合理了 不管怎么样 这些发言 可是我们是个公共电台 公共电台不是网路 所以我们很多事情 可能讲的就是 真的是要对大家有帮助 等等 有很多如果太极端的八卦 也不是我们所要的 你不过说起来 聊天来讲 我说你是律师 也是职业妇女 也是妈妈 有很多的心情 法律的层面 尤其是最近这件事情 被掀出来之后 我觉得它除了事件本身 它的那个娱乐性 或者是劲爆性以外 可以给这个社会的反思 大概就是在这个 我们耳少性剥削条例里 仿制条例里面的一些 是不是要修法 或者是我们平常照顾孩子 陪伴孩子 甚至是我们跟孩子的相处 有什么可以改进 或者是我们的社会 可以再进步的地方 对 我觉得我们上次谈那个me too 是 完之后就说 社会到这个地步 其实以前大家认为只是 调侃好玩 可是现在其实对女孩子 大家就了解了很多事情 你不能身体接触 是啊 你小心会犯的心骚扰 就踩到底线 对 所以那就是社会到一个阶段 这阶段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OK 灰色地带要小心碰触 我觉得就是这个现象 不过因为 儿少性剥削条例 它就没有什么灰色地带 就是儿少性剥削条例 它其实以前叫做儿少的性交易方式条例 那因为性交易会让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有对价 就是好像是你情我愿的一个很和平很平等的一个条件交换 那但是在儿少的场合 我们不适合 不可能有真正平等的条件交换 因为对儿少 儿少就是他的性资讯 或者是他的知识比较缺乏 他就是弱势 对 所以当我们成年人 就是比较非儿少的这群人 利用儿少的这些性质 或他们天真的这些特质 而从他们身上得到 让他们成为一种性或是色情的素材的时候 那就那其实是他并不是性交易 他应该是一种性的剥削 所以性剥削不管是有形的 或是所谓看到 或数位都算是各种形式的 早期的性剥削 他的形态是我们了解的那种 比如说对儿少有价的 有对价的这种性交易性猥胁 或者是找儿少做台 陪酒这一种的 这是早期的我们认定的性剥削的形态 可是这几年以来 我们已经完全进入到一个网络的社会 那儿现在的儿少 他们都是网络人住民 他们几乎所有的时间就挂在网络上 所以现在比较新型的犯罪形态 都是以儿少为素材 就是儿少的性影像 照片这一些散布 在网络上面的散布转传 甚至是贩售 他变成一个新型态的 最多的性剥削的形态 其实以前这个我看资料来讲说 没有想到新剥削的这种案子 社会好像在进步 可是其实会越变越多 这个是一个你们做律师 像你的律师事务所 接到这样子的案子也蛮多的 我自己办了蛮多类似的案件 但坦白说这样子的案件办起来 是很心理交锤的 有时候会很难想象 孩子们怎么会这么的天真 然后也很难想象 怎么会有这么邪恶的大人 去利用了他们的天真 我觉得社会就是这样子 任何一个东西被发明 一定有人往好的地方走 一定会有些人 会把它用到坏的地方走 一定是这样子 那孩子生下来 在儿少的时候 他对社会了解不多 他很容易被成熟的人 如果用坏的方法的话 蒙骗是真的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你举几个例子 让我们听众朋友了解 比如自己有孩子 或者自己在某方面可能会处罚 或者等下等等等等 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因为你接很多案子 我觉得一定要提醒 听众和观众朋友 比如说你孩子已经开始危险 从他的周遭来看 或怎么样一些状况 或者是你看到很生气的事情 怎么要去举报或怎么样 等等等等 其实最常见的 现在我们刚刚讲到新型态 这种儿童性影像性交易的这种形态 我这几天查到 就是现在这个儿少性剥削的状况 有七成是属于网络犯罪 七成 七成 然后有五成以下 有五成以上 是15岁以下的孩子 作为被害人 那因为15岁以下小孩 是国中以下 他们很可能 因为他们课业压力很大 然后跟父母亲可能 疏离 不过这种儿少的性剥削案件里面 还不真的都是我们传统理解的那种 家庭功能不张的家庭 这里面有很多是资优生的小孩 真的 对 而且他们的家庭功能其实也很好 都是那种就是父母亲都是中产阶级的家庭 这样子 对 但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过去我们会提醒孩子说 你要小心外面的陌生人 可是我们忘记他每天上网 他面对的是成千上万的陌生人 那些陌生人会伪装成各种不同的样态 那因为这些孩子在就是残率的这个阶段 功课压力很大 那有的时候在学校可能去他需要找认同 孩子需要找认同 所以他在网路上面 他就很容易遇到那种有心人 为了就是设法取得他的信任 然后给他他想要的认同 因为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 还会利用那个社群软体 那社群软体上面有很多孩子们的个资 他们会不小心就泄露 就比如说他写他是哪个学校 或者是他放的根本就是他穿着制服的照片 然后还有他的同学 那这上面有的时候找到了一个孩子 你就会延伸找到很多他的同学 就会找到一票 那这里面你就很容易慢慢的去了解他们喜欢 比如说他们喜欢哪个韩团 他们喜欢他们玩什么游戏 这样子 那其实从他们喜欢的比如说演艺人员 演唱会啊这些他们喜欢的网路手游啊这些 就很容易去吸引孩子 偷其所好 偷其所好 所以有的时候 所以可能在这个机会也是让所有的听众朋友知道 就是我们可能要特别留意孩子 在网路上面释放了哪一些他的个人资料 因为这些个人资料的出现 都会帮助外面的这些陌生人去了解 你喜欢什么东西 然后他就很能够假装成为你 你期待遇到的那样的朋友 那其实很多看到的都是网友 有几种形态 就是先慢慢的接近 然后跟你产生了好感之后 可能他们就会成为所谓的网工跟网婆 网路上的老公跟老婆 就会常常关心你啊 然后对你的一切的行为举止 或是想法表达认同 那某个程度上也会分化 孩子跟家人这些家里的亲密的 这些家人的关系了解 好我们休息一下 再请我们的田信伍律师帮我们分析 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雨忠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田信伍律师 跟我们来谈谈儿少性剥削 还有数位的性暴力 我们谈到刚才说 现在其实用网路 在犯这种儿少性剥削的 几乎有七成都是在网路上面 是 然后千方百计 那有各种方法 那你有很多案例 刚讲的说 很多孩子 其实也不见得是家里不幸福 或者是说 所谓单亲也不见得 反而是有些孩子 可能可能一切都正常 可是因为功课压力太重 喜欢在网路上交朋友 然后泄露很多自己的个字 就是那些有心的人 就会偷其所好接近你 结果产生某些状态 那父母怎么办呢 我觉得父母亲能够做的事情 大概就是你必须要 每天每天的都留意孩子 第一个使用网路的状况 他在学校跟学校老师的联系网络 也要很清楚 就是父母必须要知道孩子上网做些什么 教了哪些朋友 喜欢哪些游戏 参与了哪一些网路的社团 你现在还是孩子的妈 我们的孩子都长太大了 可是孩子 你据我所知 孩子会愿意让父母知道 说他那个隐蔽的网路世界 因为他们可能功课很忙 每天要应付很多事情 那个自己隐蔽的网路世界 他希望跟父母分享吗 他不见得愿意让父母进去 可是风险就在里面 那父母能够做的大概就是 即便他没有办法 参与孩子实际上进行 他没有办法进到孩子的那个网路社团里面 可是他透过每天平常跟孩子的交谈 跟孩子对话 他会去了解孩子 是不是有一些奇怪的状况 我举一个例子 这不是我的案件 这是之前这个 现在已经有一个判决的案件 他就是有一个 这是国小的小男孩 他的妈妈就是发现 这小男生怎么好像 上厕所的时候行为举止 有一点奇怪 所以妈妈很敏锐 就把孩子叫来问 那这么一问 不得了 因为孩子跟妈妈说 他去上的安亲班的老师 跟他说要做健康检查 叫他把裤子脱掉 然后有拿手机 对他的阴京拍照 然后妈妈听到之后就是 立刻去报警 那警察当然他们拿了搜索票 然后去抓这个老师 抓到老师进行扣押之后 发现老师里面的手机 至少有五名的男童 都是12岁以下的国小男童的隐秘的 私密的照片 这个老师 所以这个案件之所以会破案 那也是因为这个妈妈很敏锐的察觉到孩子 好像在上厕所的时候有一些奇怪的举止 然后疑问之下才查到这件事情 什么奇怪举止的 不知道 他是没有就是在判决书里面 我们是不清楚 但是似乎是孩子也有一些扭捏 就是觉得好像他的 他对于被碰触到身体 他有一些害怕 孩子会有点变化 其实父母敏感一点会了解的到 是 因为朝夕相处 但这必须要透过每天每天都有跟孩子对话的时间 对谈的时间 OK 好 你继续说 那当然头起所好 除了这种网公网婆 当网公网婆当久 或是远距离恋爱 有的时候他就会说 我们都已经 我们要明时相符啊 你传一张你的照片来啊 我想看看 那你不好意思没关系 我先传我的照片给你看 他可能就是不知道去哪里接 就是可能是一些网站上面找到了这些 可能也是别的被害人的照片 然后释出 那这些孩子有时候就不宜有他 因为他们现在拍照好方便 一只手机拿起来就可以拍 然后就传出去了 那有了第一张照片之后 这件事情就无止无尽的开展 就是你必须要配合我的要求 比如说进行视讯的猥亵 然后我还可以中间测入这个猥亵的过程 然后再要求你提供更多的照片 或者是见面性情 那如果说不配合的话 他就会告诉你说 我知道你读什么学校 我知道你家住哪里 我就去找你 或者是你想要你的其他老师朋友 看到你的这个照片吗 那有的时候孩子就会很天真 他们会觉得也许我这次配合他 这一切就结束了 我们就说好就结束了 那就会配合持续的释出 这样子的照片和影片 那这些照片和影片 有的时候这些人持有了 他还会把它上传到 比如说付费的网站上面去 他还可以卖 然后如果这些付费的网站 再搭配这个孩子的个资在上面 价格可以卖得更高 然后还可以开启他去看其他 我看别的节目 我看别的节目好像是说 如果你真是高级会员的话 你就可以了解他的背景 甚至可以接近他所在的地方 是等等等等 而且听说据说还可以就是点 我要我想我希望 就是我悬赏 请大家去帮我找某一个人 那可能这个人就 就是其实实际上是有案例 就是有一个被害人 他也有站出来说 他就是被别人点了 然后人因为他有公开的行程 所以人家有心人 就先去到他公开的行程的地点 在厕所里面装了整口摄影机 然后再过滤了很多很多的被害人之后 把他的这个影像 还有他的个资送到这个网站上面 然后借机来牟利 不仅是儿少 我看进电视的一个访问 一个成年的女性 她很勇敢 她上电视接受访问 这跟我就是我刚刚谈的这个 这个NGO的这个 这个被害人 她就说她根本就成人了 但是她也因为被各自被养用 所以她也被人家这个厕所去安装 这个安装所拍摄自己上厕所的 她很勇敢讲这些事情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那这种又 这种又防不胜防 真的是防不胜防 就是所以我们很期待这个社会 透过这一次的事件 可以深刻的痛定思痛 就是为什么有人要拍摄这些东西 因为他有一个 他已经显然形成一个产业链 有这个网站的架设者 有人去制造这些东西 有人去散布 那有人愿意付费去购买观看 有些人愿意持有 这一整串的这个产业链 这都是违法的 其实在那个纪录片 韩国那个纪录片里面 那个恩房的纪录片里面 其实一模一样介绍的非常清楚 我在想说观众看了 在父母看了 或者是说大家看了 应该会知道她整个的那个过程 可是东西不能跟 大人可能看了之后有点警觉 甚至防不胜防 那也不可能给儿少看了 所以你看要小心等等 这怎么跟孩子教育这些事情 学校会做吗 你们或者是怎么样呢 就我的理解 现在是有一些 有一些团体 学校也会有这样的课程 就是去告诉孩子说 非礼物事 非礼物拍 不要有这样子的拍摄 即使是男女朋友之间 也不要这样的拍摄 因为有的时候 即使拍了之后 我们无意外流 可能手机送修 这个过去都有新闻 手机送修电脑送修 这些东西就流出去了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就是不要拍 那即使是有人拍了 有人把它传出去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 我们不要点阅 不要下载 何况是在儿少的场合 就是如果被害人是儿少的话 持有 制造 散布 持有 付费观看 全部都是有罪的 这都是有形式 你讲的这个东西是 其实已经到了 有心人是要拍他的一些色情 情色的一些色情一些照片 可是说你说叫孩子说很多事情 比如说朋友说我帮拍个照干嘛 那个不在你刚才讲的范围之内吧 就是说 父母不会 以后会不会 我说以后不会很会 我记得我年轻时候看过一个宣传片 那时候就是有很多 就是说绑架孩子的 所以那个宣传片呢 就告诉孩子说 你碰到以后碰到大人 也不要问好 赶快低头跑掉 那又有一点 跟我们以前礼教教的时候 你要对人有礼貌 是 这好像跟我们的民情 又不太相符 那现在 就说 若这个事情 所以这个教育是 是 我说这个教育儿少是很难教育 很难 对 我觉得就是我们刚刚说的 我们必须要透过每天每天 跟孩子分享 了解他的生活的状况 一有异状 我们就要进一步的了解 孩子遇到了什么事情 真的不能有一时一刻的 了解 我不知道你的案子里面 有没有说真这个事情发生了 嗯 孩子也承认有这样的状况 只有父母 或者家人 怎么面对这个事情 去帮助孩子过关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旺文中 欢迎收听 哎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要请到田兴武律师 也是我们节目的免费的法律顾问 哈哈 这是我的荣幸 没有没有 我们谈的问题很难过 那这儿少的性剥削 跟数位的性暴力 现在尤其是儿少的这个 所谓的性剥削 在网路上 几乎占七成是这样子 我们刚讲了 他的所有的过程 而且已经变成产业化 对 然后呢 经过这最近些事件来讲 大家开始 就跟me too一样 开始要学习 在这个数位时代 有好的有坏的 碰到一些状况之后 大家可以开始了解 甚至了解这种 所谓数位性暴力 他们有套完整的模式 你要怎么样去避 成人怎么去避 或者是说孩子怎么去避 成人也会被偷拍 但是你比较成熟 你可能可以去找律师 找法律等等 那孩子怎么样 要小心什么状况 我们前面刚才讲过了 你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 没有提醒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说 你有没有case说 孩子真的 你也发现这样的事情 父母也发现这样的事情 在法律上 他怎么让 或者是在家庭上 怎么帮助孩子 过这些难关呢 我觉得 在第一时间 发现孩子被侵犯的时候 父母亲的那个崩溃 有的时候都比孩子还要激烈 当然 但是我希望的是 父母亲要先冷静下来 因为整个家庭气氛 如果不对劲的话 孩子在里面承受的是 多重的痛苦 他第一个 他第一个是 我看到的孩子 他第一个是 他会有一个愧疚感 他会觉得 可能他会看到爸爸妈妈吵架 全家人都在哭 有人在生气 有人在哭 他会觉得 是我做的不好 我做的不对 那再来就是孩子 对于人性的 深刻的害怕 有一些孩子是被偷拍的 或者是 他根本连学校都不敢去 对他可能也认为 不是自己的错 或怎么样等等 有有有 其实孩子很容易 觉得是自己的错 孩子很容易 先检讨自己 对对对对对 那又害怕同学的眼光 因为他们刚好是在一个 最害最在乎同侪目光的 一个年纪 又不敢去学校 不知道怎么面对 家人朋友 然后等于是他的世界 就像被孤立起来 所以我 我遇到这样子的案件 我第一时间 又会提醒 家里的爸爸妈妈 自己要先冷静下来 不要在孩子面前争吵 也不要哭给孩子看 那父母亲需要的资商的资源 父母亲要自己去进行 那我们要在孩子面前做的 就是让孩子知道 这不是你的错 你没有任何的错 那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件事情 都会被解决 这些照片 影像 我们就是想办法 因为现在都有一些平台 我们想办法让他去下架 然后我们这个加害人 我们追究到底 那可是这一切都不是你的错 那生活还是要继续 但有一些 我看到大部分的被害人 他会选择 他要离开他原本的生活环境 因为他真的是太担心 他的这些性影像 或是照片 散布在周边 我知道的有一个女孩 就是我过去的当事人 我是觉得 他在历经的这个案件之后 他遇到所有的人 他都充满了害怕 那只要有一些人多看他一眼 他就会怀疑 你是不是看过我的照片 你是不是在打量 我是不是照片里的那个人 所以就根本就是 后来就出国留学了 没有办法在台湾继续生活 那还好家里还能够 能够提供给他这样的资源 那如果回到要怎么样 去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 除了我们的法令以外 我会觉得 我们能够交给孩子 大概就是真正 我们给孩子正确的交友的观念 让期待孩子还是 网络的世界 那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那里面我们可以 可能要尝试让孩子知道 那里面大概没有太多真实的事情 很多都是假的 甚至是AI做的 现在还有那个deepfake 身为技术这些 很多都是假的 那真正的交友的世界 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处理 我们生活真正生活中的所有关系 而且我们还要有个底气 就是当我们身边的朋友 要求我们提供什么样的东西给他 当我们心里也觉得 比如说 你可以被拍一张 你身体的照片给我啊 你比如说孩子有时候会 网路上面的人会说 他会假装我跟你是同年龄的人 然后告诉你说 我最近我身体有什么样的发育状况 那你怎么样 你可不可以我拍我的照片给你看 我们来交换 那其实过去也有 是孩子们就一起出去毕业旅行 一大群女孩 就互相讨论身体的变化 然后就开始互相拍摄这些照片 然后不尽闺蜜之间 然后就把他流出去了 就有人把他流出去了 所以我们要告诉孩子的事情是 这些事情是可以拒绝的 就你身体的这些隐私的画面 无论如何 你是不需要提供给任何人 如果这些人因为这样就说 他不跟你交朋友的话 那这是这些人的问题 这不应该是我们的问题 对啊 就是说 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不管是交朋友 男女朋友交朋友 我来讲 可能有必要的 某些尝试知识 或者某些行为说 我们相爱不需要这个样子 是 不拍摄任何的照片 因为你不可思议 如果有新人来操作的话 天下就会打乱 我们可能也可以提醒父母亲 因为现在大家流行晒娃 像晒宠物一样 就是好可爱的画面 就是忍不住 比如说开学第一天 帮他拍一张照 在学校门口拍张照 帮他留一个纪念 可是实际上面 有很多网路上面的这些有心人 他去下载或者是恋童癖 他们手上有这些孩子的个资的资源 这些资讯来源 都是来自父母亲自己的分享 对啊 不过这个很难很难杜绝了 你说深入脑筋说 就跟你在法国旅行 你突然发觉两个人抱着你 两个人抱着你 就说 所以你的新手机 你能帮我拍个照片 就要抢劫了 你要你突然警觉 哎呦 因为你有指使跟常识 还有那个门房 也跟你讲说出去要小心 会有些人会 会你拍照的时候 让你帮他拍照 他会抢你的手机 或者你在旧金山散步的时候 你会有警觉 可是这东西要深入到你的Mind里面 我觉得要 那就很可怕了 到任何地方拍照 都不敢传 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 虽然现在都不是 就政府的能力有多少 不知道 可是这个在法律上 这方面来讲 还是要给大家一个 不要能够 对不对 一个安全的社会 还是很重要 可是法律只是最低的道德底线 对对对对 这是道德底线 那你也好像不太能够 还是我们不拍照 等等等等 对不可能都不拍照 那外流了 如果被有心人用了 那后面的那个法律 现在不在谈很多的法律的一些过程 数位犯罪的一些过程 各部分 各部门 或怎么各种协办单位 这种单位 还是 但是 就像诈骗一样 诈骗很多 你报案的根本没有用 大家数位知识不够 警察局也没有用 那数位发展部 好像也有托辞 就像这个事情也是一样 很多人受罪之后 那个怎么办 抓不到 因为网路犯罪的形态 就是它的特质就是 日系不断不断的在更新 对啊 我们说网路世界 就真正人才在民间 在民间 可真正的鬼也在民间 对不对 我看那个纪录片 纪录片抓到那个 外国纪录片抓到这个网路犯罪的人 看起来都很nerdy 都不是看起来张牙和爪 都很nerdy 但是这也不能这样讲啊 反正就是 你真的防不身防 什么样的人都有 所以还是很小的时候 就学校教育 或者要教育 就是你那个警觉性 还要做一个smart guy 得要非常警觉性 我觉得要上传任何东西 到网路上的时候 都要再多思考三秒 这大人都不见得做得到 况且孩子呢 我觉得我们先期待大人多思考 尤其不要上传孩子 有裸露的照片 或者是孩子的个人资料 比如说在哪里上学 家里住哪里 这些要尽量在网路上避免 对我想 这是可能是必要之谨慎 这个提供大家不做参考 好马上回来 大家好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给我说到达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 我们这个节目的免费律师 然后天心有律师 我们谈的话题呢 你谈谈我 你谈的我 环城都冷 就儿少性剥削 跟这个数位性暴力 对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防止它 然后要非常谨慎的过日子 然后要 可是还是很多人 我说一个东西你说 你说网路时代了 有些人把它做 用好的 就会用坏的 而且都很多 很多 我说真正人才在民间 可是真正归在民间 会用各种方法 是 那这个真是防不胜防 所以现在你看 我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大家开始反省这些事情 就跟me too一样等等 那总是在传播上 我们不要八卦 可以谈谈怎么样 知识跟常识 还是能够保护自己 我记得好久以前 我看过一部电影 但我已经忘记名字了 所以如果有什么 听众朋友可以提醒我 这个是什么电影 我记得那一部片子里面 男主角告诉里面的一个妈妈说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 你的眼睛永远永远都不要离开她 一秒都不要离开她 那我觉得这件事情用在网路犯罪 这么张狂的年代 不管男孩女孩都是用 对啊 我看那个报导说 现在男孩子小男孩子 这种比例也不低 占三成 对这种所谓的被性剥削 性剥削 对对对对 这样下去 真的少子的话 真的也是其中一件 不敢养孩子 是 真的会 对 对那这次有很多人开始 开始说说支援说希望能够 能够让法律更健全 或者是更严苛 不能说严苛 严苛这两次用这种不对 因为我们大家是 大家从这个事件里面 认识了几件事 第一个原来持有儿少的新影像 是有罪的 这是大家 那我也提醒大家付费观看 也是有罪的 那当然 那因为这些都会是 就是助长这个市场 变成一个帮凶 那 你只要看就是有罪 付费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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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少的议题 其实这都是 而且都是所谓的公诉罪 非告诉乃论的罪 那但是大家也意识到 为什么有罪 然后听起来这么严重的犯罪 还可以还起诉 因为我们的法令就是规定说 这是一个一年以下 有期徒刑的案件 那还起诉就是 还起诉是一种 负条件的不起诉处分 那基本上他除非是 案件是无期徒刑 死刑 或者是罪清本情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以外的案件 那就是比较清罪的范围 都监察官都可以 还给你还起诉 那给付的条件 比如说缴了公益金啊 写毁过书啊 跟被害人和解道歉啊 或者是要搭配检察官 给被害人的一些保护命令 那就可以得到像这样子 几乎是负条件 然后就不起诉的一个结果 所以大家才会炸锅 会觉得这么严重的犯罪心态 为什么好像我们的法律 是轻轻放下的 那所以大家最近 我看有很多的立法委员 那他们都纷纷的 或者是艺人们 就是站起来说 要呼吁这个 可能行度要提高 但行度提高 行度提高 我其实我个人不反对 我也觉得 如果我们比较立法力来说 我们第一个比较 比较临近的 比如说日本 韩国 其实会跟我们差不多 都是大概一年上下 尤其日本 日本也是定一年以下 韩国是一年以上 但那个行度差不多 法经也差不多 可是如果到儿少 对儿少比较保护的欧美 就不一样 德国他有分 德国是我们很多法令的 我们的母法的来源国 所以我们如果看看德国法 德国法是说 你的对象是14岁以下的人 那他就是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那如果你的对象是14岁以上 然后未成年的 他就是两年半 这是德国 那我看全世界大力法最严格的 对于儿少保护最周全就是美国 美国他们是你持有这个性影像 第一次被抓到 性影像就是10年以上 期徒刑 10年以下有期徒刑 第二次被抓到就是10年到20年 而且美国还有 美国还会公布这些性侵害 就是儿少的性侵害的犯罪人物的 这个个资在网路上面 他发展到最严格的原因是什么 他是 基督教 就是宗教在美国是很重要的 某一种立国精神 还有是不是他已经 他的案例发生到一个地步 他条例案发生太多的一个地步 他们认为这个东西要必要要讲句说 对 我不晓得最近大家应该都有听过 就是大家又重新讨论的一个 叫做美国的梅根法案 其实这是在大概十几年前 台湾有一个白玫瑰运动 那个时候我们就有在说 我们也希望我们像美国一样 有这个梅根法案 所谓美根法案就是 他会把这些性侵害的犯罪 还有设立一个登记 还有网路上面的公开的制度 那美国为什么 美国之所以有这一个制度 是因为他们 这也是悲剧衍生出来的一个反省 就是应该是在美国的90年代 有一个小女孩就是叫美根 他就是被自家的邻居给性侵 然后杀害兼杀 那这个邻居兼杀这个孩子的邻居 他就是一个性侵害的累犯 然后第一次被假释 在那一次之后 美国就开始检讨 第一个他们的社区里面 被假释之后他就犯了 再犯案 就是他已经性侵被判刑 然后假释之后再犯案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的检讨 就是第一个社区要 你要到警局 你住到这个地方 你要到这个社区的警局去做登记 如果没有登记 这是重罪 他们会认为这是一个重罪 你一定要做登记 登记之后 他把你公开在网路上面 那甚至还有一些州 他可以做到你的社区 如果有这样的人进住的话 整个社区都会得到提醒 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你可以在网路上查得到 那这一次的事件 台湾也重新开始研讨说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引进这样子的案例 因为已经有太多人在说 我们的法律对于这些加害人过度保护 反倒对被害人的保护不足 其实从新闻事件 我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都知道被害人是谁 可是我们不知道加害人是谁 我们也不知道他会去哪里 他什么时候再犯 他什么时候出了监狱 回归到这个社会 不修一个法律 真的是过程很多 美国因为他就我讲的 我常常知道说他们很多条例 那些条例会经过抵背 然后看那个法律怎么去定 而且各州很多 很有州立法 又不太一样 要修一个法真的是 有很多很多的考量 在台湾修法也很困难 而且法律还不溯及既往 所以我们这个法案 如果因为这个事件 我们提升它的行度 也只能去追以后发生的案件 过去发生的案件 它依然是可以适用比较轻的行度 那只是我觉得如果说这个 这个持有性侵害的这个 儿童性影像的这个罪 如果它的行度至少提升到三年 那就排除了未来 他这个加害人可以获得还起诉的可能性 对 还起诉的可能性 排除这个可能性 就会排除这个可能性 嗯嗯嗯嗯 好 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I like you inside I like radio 大家好 我是王雨忠 欢迎收听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的 免费法律顾问田新勇律师 把我们今天谈的话题是 儿少新博学跟这个数位新保理 我们谈了很多 我们非常感谢新勇 给我们这么多的条例 跟你想的很周全 那我想最后一段 我看看 我们想跟你问一下 就是从这件事件 发展到现在 台湾现在这个是沸沸扬扬 但也不是这件坏事 在某方面来讲 就让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跟me too是一样 社会进步到一个地步 而且数位犯罪已经非常成熟了 所以大家要开始注意这些儿少剥削 或者是 真的是 成人也要注意这种所谓的数位新保理 搞不好你真的持有你不知道 结果你已经犯了刑罚了 等等等等 也可能会触罚 所以请你来就是要告诉我们 一些知识跟常识 各方面可以保护自己 也可以保护别人 生活有标准 不知道你就触罚了 最后一段 你讲讲看这件事情 现在到这个阶段 你也知道是会发生的状况 有很多人在底背 有很多人在八卦 有很多人要 甚至还有政治人物进来等等等等 你先看这些状况 你给我们的一个最后的一个 这个说法 好不好 让我们了解一下 我们应该做一个努力的 我觉得一个案件的发生 就是以我作为一个律师 我是 我是就这么近的看到一个被害人 跟他的家庭 在崩裂 在解析当中 那也许这个事件对某一些人 对可能政治人物啊 或者是评论者来说 他是一个可以发挥的舞台 可是这对很多每一天每一秒 都在发生的这些被害人的创伤 他们都是血淋淋的人生 所以我们期待是这样的事情 我们减少他的发生 那减少这些事情的发生 除了最近大家在研译的 提高他的刑度以外 我虽然赞成 但我不觉得这是唯一的方式 因为提高刑度 可能会产生恫恶 可能会阻碍掉 有一些人他会害怕 他就不去做 可是如果真的是 心里有一些病态的人 或者是不管我们的刑法 比如说我们的我们的毒品罪 罚的很重 甚至还有死刑 可是还是很多人在持续的 在犯这些毒品罪 所以我觉得判的再重 都不可能真正的遏制 这个犯罪的发生 很重要的事情是 我们的社会是不是 我们的国家机器 能不能够真正的结合资源 去对这一些触犯的这些刑法 刑事责任的人 真的做一些教化改善 比如说教育的课程 辅导 甚至是治疗 我们现在 我们的这个儿哨的性剥削 防治条例 并没有任何强制治疗的规定 它是有四到五十个小时的 教育课程要进行 可是所谓的强制治疗 这个是只有对性侵害犯 有到目前就是像这样子 如果我们讲到是恋童癖 喜欢看这些影像的人 只有四到五十个小时的课程 那五十个小时是法律规定的上限 但五十个小时真的上课 真的可以改变到他什么 他的这些心里面的这些病态的因子吗 我们不知道 所以我们需要的是 专家在介入 就像是性侵犯的强制治疗一样 去鉴定评估他的心理状态 适不适合已经复归到社会 回归到社区里面 给了他这样的能力之后 才能够杜绝再犯的可能 否则判得再重 他出来都重新是一尾活龙 可能变那个行径和手段 变得更残忍也说不一定 有些人真的是心里有病 是啊 那真的之后说 那个心理各方面的一些课程 各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你刚才讲很重要 就是如果他没有好 他出来之后 搞不好犯得更严重 可是要能够做到这件事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国家机器 需要投注更多的资源 我们是不是能够组织 更多的专业的医师 资商心理师 临床心理师 还有社工们 来结合这些资源 因为这一系列的 这个产业链里面 的犯罪行为 会有非常多的加害人 被害人 他们都需要这些资源 被害人除了这个孩子之外 这个家庭的重建 也需要社工 还有资商心理师的资源的益助 对不起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儿童的确是 我说儿童的确是 国家的主人 那像这个儿少这种 新剥削的案件 又越来越长的趋势 而且很多是数位犯罪 其实说起来很多人 可能少此话 也可能有关系等等等等 害怕生孩子 都会有连续的关系 这也是国立的问题 在未来 是 你看这个问题 现在其实是很严重 是很严重的 连我自己 我当一个律师 我都会觉得很害怕 坦白说 在经历了这些 这个事件之后 我第一个去做的是 我去看看我自己的社群 软体里面 我放了哪些东西 我是不是应该要撤掉一些东西 我其实我现在已经不太 我也不太释放我孩子的照片 在网路上面 那尤其是不可能对大家 去公开这些内容 这些就是 连我们每天在处理这些案件的人 想到都会觉得很害怕 那我相信如果 我们的孩子会持续的陷在这样子的问题里面 在痛苦的话 那对于我们整个 不管是不管是教育 或者是我们未来的 像伟中哥刚刚说 我对我们的未来的国力都会有影响 对于生育率也一定会有影响 而且心理学讲 所有的人生健不健康 身心健不健康 这儿童啊 幼年生还是最重要 是啊 因为这些儿童如果在童年受到侵害 然后没有我们没有给他足够的资源辅导他 或者是让他重建他的内在的这个受伤的人格 那他长大以后 或许他也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模式的加害人 或者是他持续的被害 然后有其他的这个悲剧结果都很难说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最后就说有些人真的是心里有状态 真的是有病 那就我的常识里面来讲说 他真的侦查他心里是有病的时候 他犯了这方面的罪 这个在法律上怎么看 如果他就说他的非法行为有病理有病理的病理性的可能 这个时候法律上怎么法律上怎么看 那我们现在国家有没有这样子机制是说像这样子的人怎么样 怎么样他可以被怎么讲他可以去求助或怎么样 因为他可能有犯罪的倾向或怎么样 我觉得在儿少性剥削的案例里面的这些被告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问题 但是除非他在他真的可以透过医生的鉴定就是去判断说他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真的已经失控 他的那个精神意识都是处在一个失控的 完全不是他自己没有办法理性思考的状态 否则这对犯罪结果不会有影响 不会有影响 但是就是在他这个事件 当他服务完了行或者是他获得了还起诉之后 我们国家要再依注 这个是法律已经有规定的 就是法条规定说我们必须要让他上课 必须要给他进行教育 你做律师你看过这个机制完不完整目前 我觉得他可以再更好 首先我觉得这50个小时的这个辅导上限 我觉得并不是很足够 那我也真的觉得治疗是 依注治疗治疗的资源 而不仅是上课程是必要的 他不能留于一个形式 不是说我们的法条这样的规定 我们留一个形式去走 他可能比如说上课 你要怎么上课是一次团体的课程 还是一对一的 一对一对二的课程 对他他会有得到完全不一样的效果 可是以你现在看这种信波序的 这样子的案件之多 也认为国家各方面资源 应该赶快投入更多 他因为他几乎是一个国安问题了 因为孩子就是我们国家的宝贝 如果这些宝贝已经有很多的比例 是已经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 可以从这一个事件得到什么 如果我们的社会 还有我们的国家的机器法体系 可以因为这个事件 而有所省思 然后去重新整治 去健全他的这些配备 那这个事件 对这个社会来说是不幸 但也是一个幸福 了解 好我们时间到了 非常感谢我们田律师 另外呢就是真的也是一个长久的路 是OK 然后感谢 然后我们继续大家 各方面有很多很多的努力 谢谢 谢谢